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海 前面这个地图啊,查红旗的地方呢 这都是我去过的地方 我之前呢,用了三年的时间花了八万块钱 把中国所有的围景区全去了一遍 今天呢,我让大家欣赏一下 中国最深的湖泊是什么样,在哪里 完了之后呢,再给大家欣赏一下 中国最浅的湖泊,海拔最低的湖泊是什么样的 咱们现在开始啊 对了,跟大家说一下 中国最深的湖泊呀,一共有两个 完了,一个在东北,一个在新疆 咱们现在开始啊 看看我家乡这个地方 现在外面已经全是雪了 现在这个雪就不化了 一直到来年五月份它才化 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天都生活在冰箱里 有来想体验的吗 中国最深的湖泊一共有两个 咱们先从第一个开始说啊 第一个湖泊呢,在新疆的喀纳斯 从新疆乌鲁木齐啊,去喀纳斯呢 有八百公里 要是坐火车去的话呢 还得倒车,还得挺能折腾 最好是啊,就像我似的 坐这个大客车去 但是它不是直达的哈 它只能到那个布尔津城市 然后从布尔津再倒车 才能到喀纳斯 我把背包啊 放在这个大客车那个底下 现在开始上车了 咱们开始出发 我出行啊 百分之六十啊 都是带帐篷住在外面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洗脚了 那个脚老臭了 完了,然后我上车以后呢 我就光这个司机要个方便袋 我说我脚臭 完了,他就不给我 他说你脚臭你不洗 我说我也没时间洗啊 我这脚臭行吗 你臭我又没办法 那个东西 你不洗一哈吗 我洗了 洗一哈吗 洗过 把钱留着 留了 我也不明白 坐着这八百公里的大客车呀 我算是遭到罪了 这个大客车 这个睡觉这个卧铺啊 它是一个斜坡 只要司机一踩刹车 我就一下子出流到底去了 一踩刹车 我就出流到底去了 这一宿 我就基本上 我就是蹲在底下睡一宿 咱们直接看湖泊啊 我后面这个湖泊啊 它就是新疆的喀纳斯 它的水的颜色呢 就是我视频当中的这个颜色 也是挺漂亮的 它的最深处呢 是一百八十八米 呃 喀纳斯啊 有三个景观 是最值得看的 第一个景观呢 它叫神仙湾 它为啥叫神仙湾呢 就是早上起来 四眼中中起来以后呢 就是看它那个湖啊 上面飘了一层雾 所以说它们起名叫神仙湾 先看一下 第二道湾呢 它叫卧龙湾 它为啥叫卧龙湾呢 就是中间那个 长那个草那个地方啊 就像一个龙 所以说它们起名叫卧龙湾 最后一道湾呢 也是喀纳斯最经典的一个湾 它叫月亮湾 就是前面那个 大家看看美不美 喀纳斯这个景区里面 住宿费挺贵的 就是住个十来人的一个房间 一宿夜得花一百多 我出行啊 都是带帐篷 然后我就在 喀纳斯的一个山脚下 搭个帐篷 在这里住了一宿 没想到后半夜老冷了 我把所有的衣服全穿上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坐大客车往回返的时候 我就第一个协商大客车的 完了把衣服从里到外全脱了 我临走的时候啊 正好赶上喀纳斯升国旗 他们是每周一一回 所有的村民 就是图瓦人呢 全来这个院里的 全来这个院里 完了先签名 再升国旗 完了我签完名以后啊 完了我也开始升国旗 这也是我活这么大呀 在大西北 头一回离我家乡这么远的地方 参加升国旗 去往喀纳斯呢 必须经过的城市呢 就是布尔金 布尔金这个城市 它这个建筑模式啊 非常像我家乡的满洲里 大家看一下 在布尔金城市的边缘呢 有一条河 这条河呢 非常出名 它是中国唯一一条 流入北冰洋的河流 这条河呢 它叫俄尔奇斯河 它全长是4248公里啊 这个河里呢 盛产是狗鱼 滑子鱼 折罗龟 还有五道黑 呃 前面这位朋友呢 他钓了一条五道黑 完了大家看看这个五道黑是啥样的 这是五道黑 你看看多好看 这是五道黑 哎 那个老弟 你那鱼可能又快 这个鱼应该属于花子鱼类的 这叫五道黑 冷水鱼应该是五道黑 我怎么觉得是六道 你数数这算一道吧 两 一道 六道 这个我们就叫五道黑 你看啊 这个应该是 一二三四五六 冷水鱼 俄尔奇斯河 它那个俄尔奇斯 就是给那个布尔经里面 那个烤鱼 它全是这个里面的吗 那个狗鱼 有的是 啊 有的是野生的 有的不是 俄尔奇斯河呢 它很像我家乡的河 就像我家大桥里的那个河 我发现跟它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俄尔奇斯河呀 它是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呀 它是世界非常出名的河 咱们看看 我每天出行啊 都是省市检用 结果在这里面骗了一下子 我到市场 我发现一种梨 我没见过 我说这是啥梨啊 他说叫沙漠梨 三十块钱一斤 结果我花三十块钱 买了两个梨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发现市场卖 到边卖四块五一斤 咱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最浅的湖泊 这个最浅的湖泊呀 也是海拔最低的湖泊 它在那个新疆的吐鲁藩 从我下车 这个火车站 那个下车这个地方啊 到那里呢 它是没有公交车去 只能打车 我花了一百块钱 我花了一百块钱打个车 估计可能有二百公里左右吧 在路边啊 我看到了真正的卡尔景 咱们看看真正的卡尔景 是啥样的 大家去吐鲁藩呢 在这个景区里面看见的 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 隔二层十米 就这么大一个坑啊 这个坑啊 有四五十米深的 咱们看看吧 这都是人挖的吗 有人挖的 这家就三十米深的 三十米 三十米 差不多三十米的 那人怎么挖的 那人得下去挖 啥的 这是 哎呦我天 还有那个路有的吗 上面的 这是世界三大奇迹啊 这全是哈 现在为什么没有水 没水位 你水太低了吗 水位太低 这块呢 就是爱丁湖景区的门口 一般门来这里啊 这里比较荒凉 它的门票呢 是三十块钱 那个景区里的公交车呀 一百块钱 做猫驴 就跟那个阿芬奇 做那个猫驴是一样的 但是我也没有钱 我只能走得过去 爱丁湖里面最多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鲁尾 它这个地啊 因为这个地区它不下雪 它不下雨嘛 完了 它那个地都已经晒的 都可裂了 完了 高手 那个一接就一块一块的 前面这个大球啊 它就是一个基点的测量的一个标志 咱们中国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呢 在青岛 就是黄海 就是那个领海拔 那个基点 完了 还有个在珠摩拉玛峰 就是海拔的一个基点 这个呢 就是最低 是负154米的一个基点 这里就是爱丁湖了 咱们看看爱丁湖 到底是啥样的 最后呢 咱们再来看中国最深的湖泊 最深的湖泊啊 它在长白山 就是长白山天池 当天晚上啊 我是坐大客车来的 我一问这旅馆太贵了 都二三百 我干脆搭个帐篷 住在外面得了 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地方 我选择在公公厕所的后面 我身后这些树种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它就是长白山 非常有名的美人松 我前面就是长白山的景区大门了 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 长白山景区里面的小交通啊 是我去到所有的五位景区当中呢 最好的一个 全是奔驰车 长白山天池 它是中国最深的湖泊 它的最深处是373米 在这个长白山天池这个口 这块啊 风老大了 往那一站都能把人给挂飞了 咱们看看这个天池 风有多大 然后看看天池有多美 最后呢 大家给评论一下 这三个湖泊 哪个湖泊是最美的 是湖泊美呢 还是大海的头行最美啊 下一期啊 等过几天嘛 过几天我要有时间的时候呢 我带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十大最美山峰 哪个山峰是最美的 欢迎大家给评论啊 点击关注 咱们明天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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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